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博文焦点 本周是川普总统与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越南举行的第二次峰会 但很不幸峰会最终破裂 川普在记者会上说朝方要求彻底解除制裁 但美方无法答应 他还说在解除制裁和无核化方面 美朝在认识上存在差距 朝方愿意无核化是美方认为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些设施 朝鲜将不会再进行任何射击导弹火箭和与核武器相关的试炼 后北朝鲜外长李永浩召开记者会反驳了川普的言论 就此话题我们连线专访自由至上主义学者夏宜良教授 下面有请夏教授 夏教授您如何评价这一次美朝峰会 其实在这个峰会召开之前 我就预计这个谈判不可能达成什么有效的协议 不然呢 这个大家过去很高的期待 尤其是川普自己信心满满的 就是说一定会达成一个结果 但是呢 到后来谈判的关键时段呢 他突然 就可以说离开了会场 也就是说觉得无法谈下去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不再谈下去了呢 他这个公开在记者会上说呢 是因为朝鲜方面要求先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然后再去朝鲜方面说要进行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停止和实验 这种说法呢 作为川普总统的这个打前站的 或在前期进行铺垫工作的彭提奥国务卿 他应该做了很多的工作 他应该知道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 但是呢 也有另外一些消息来源透露 说这个在谈判的过程中 川普呢拿出了一张单子 说据我们的情报 在朝鲜又发现了五处 仍然进行核实验 进行这方面五处实验的地点 那么金正恩呢 就完全否认这些说法 认为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那么美国觉得这个朝鲜没有诚意 一方面在谈判桌上承诺 要全面的停止 或者是不再有这个核实验 另一方面呢 他从来没有停止过 就是说美国的侦查卫星 和其他的情报的手段 获得的信息 都是朝鲜在有关的地方 还在进行核武器 和其他先进武器的实验 所以说这个做法呢 就是一种欺骗的手段 那川普呢 对这个朝鲜这种态度 显然是不能够接受 尤其朝鲜是糊弄了 就要求美国先放解除 这个对朝鲜的全面制裁 然后才去答应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实现 这个停止核武器实验 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它需要很长的一个阶段去实施 解除或者是永久性的消除那些核实验 那些设施 不可逆转的 而且是可核查的 可以让国际上的权威机构去核查 去看看到底还能不能生产 这些手段要完成的话 估计通常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 而朝鲜方面在没有再确实的做的时候 就让美国先解除制裁 这个是不合情理的 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哪怕就是家长惩罚孩子 也都是说惩罚的话 就是说你先好好的改正 做一个乖孩子 我才会给你取消那些惩罚的措施 通常都是这么做的 哪有说小孩子顽皮淘气的小孩 会说家长说你保证 你不要再惩罚我 然后我呢就慢慢改 慢慢改改到什么时候 一年呢还是两年呢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应该有一个 逻辑上应该有先后秩序的问题 那么这个达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还有一个原因 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消息来源说 金正恩呢现在知道 川普现在日子不好过 无论是在美国国会 由于修墙的问题 而受到这个国会的强烈的批评 包括他的紧急状态 后来又被国会这个投票 尤其是众议院投票辅决 还再加上他自己的所谓通过门的调查 他以前的律师 或者讲法律顾问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 这些都让他的心情非常的糟糕 那朝鲜金正恩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据说在这个时候呢又提出了一些更加无理的要求 那么川普当然不能接受这种要求 所以现在呢 虽然双方也都开了记者招待会 但是有关谈判的一些真实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会破裂 到底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双方都没有完全的说出来 但是我们想就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谈判破裂 朝鲜他是一直是 我觉得朝鲜金正恩啊 他是一个打得如意的算盘 他常从中得到几方面的好处 一个是中国给他的好处 一个是美国答应给他的好处 然后呢 他又不想真正的去销毁那些核设施 所以呢 他这就是开国际玩笑 他有意的就是在玩弄这些花招 那么这样的谈判显然是不可能成功 我对川普总统现在有一些 不太满意的方面 就是说以前我也说过 他动不动就会喜欢称习近平啊 或者金正恩是我的朋友 对他们的言辞都是总是 你可以说是哄小孩玩 或讲商人为了达成某一种商业协议 有意的把口气弄得好像友善一点 但是你想他对自己的盟国 一些过去的这些长期的通道 你像无论是加拿大 还是法国德国 有的时候呢 言辞却非常的激烈 用了这个非常猛烈的词汇去抨击 所以为什么对独裁专制者 用这么好的 甚至带夸赞的这种语气 这种做法如果讲是 为了谈判达成一定的协议 可能在某个时段是可以的 但如果长期这么使用的话 那就有很大的政治立场的问题 所以现在来看我觉得这次谈判破裂 那么川普还会不会还继续的做他的美梦 继续的说我跟竞争还是能谈成 还是能够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 不要这个说多么成熟的政治家就应该具备的 就是说哪怕是一个中学生 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判断力 你跟一个世界文明的大流氓 大骗子打交道 你还指望有特别好的 你满意的结果 那个结果会是什么呢 如果能达成那样的结果的话 一定你也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也就是说美国人民的 无论是国家利益 国家安全 很多方面都会受到损害 或者政治价值理念受到损害 那我想这一点呢 可能川普过去估计不足 另外呢 他急于向国内的政治反对派 或者他的一些支持者 给出一个 就是说大家能够愿意接受的成绩单 他太迫切得到这样的成绩单 无论是想跟习近平达成 有关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些好的结果 还是跟这个朝鲜竞争集团 他都是想的太美妙了 那么跟中国的谈判 现在情况到底谁输谁赢了呢 原来他说是3月1号 要给中国一个狠狠的惩罚 就是要大幅度增加关税 现在3月1号过去了 没有 没有这个惩罚 然后呢 他现在在自己的个人推特上 昨天已经提出来 说中国也应该取消 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 因为美国没有加中国的关税 所以中国呢 也不应该对美国农产品 是以高关税 所以他现在在说这个东西 似乎有点慢了 慢了一拍 就是说这个应该早一点 有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现在才提出这样的要求 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呢 对中国和朝鲜 这个这种邪恶性 这样的一种复杂性 他估计还是不足的 他用这个在新华世界 打交道的办法 自以为很有能力 或者很有把握 来跟中国的领导人 和朝鲜领导人打交道 但是我相信他经过几轮的这种挫败 他应当内心有这种重新的认识 也就是对中国和朝鲜的这种统治集团的邪恶 他一定要有高度的认识 而不是掉以轻心 掉以轻心的结果 当然是这种无功而返 这个无功而返呢 我相信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边 都难以得到修复 因为朝鲜可能会拿一段时间又说 我们可以再谈 难道你还要一次一次的上当受骗吗 我想川普还会继续的幼稚下去吗 这都不太可能吧 夏丽说您知道 川普上任以来 他对自己的这种谈判能力 和对自己的执政能力 他是抱有很强的信心的 并且认为自己是一个谈判高手 刚才正如您所分析的 我感觉到似乎条件并不具备 但是为什么川普和金正恩 都急于举行这一次参促的峰会呢 这个一方面我刚才提到了 就是国务卿蓬佩奥 在跟这个朝鲜方面接触的时候 可能获得了一些虚假的信息 而这些虚假的信息呢 又恰恰是川普执政当局特别需要 因为在目前的国内的这种政治困境下 需要在国际上 有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单 来向公众交代 所以我刚才说了 无论是跟中国的贸易谈判 还是跟朝鲜的无核化谈判 都是应该说如果能谈成的话 当然对川普这样一个执政当局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面临2020年总统大选 所以我觉得川普其实内心非常渴望 得到这两份成绩单 但是你跟这两个流氓打交道的话 如果你内心没有足够的估计 估计不足准备不足 那必然会这个无功而返 这个是非常确定的 所以我觉得川普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包括蓬佩奥 做了很多前期的准备工作 也许这个在谈判桌上 金正恩一看有机可乘 他可能又提出了一些 不合规矩的无理的要求 那么这些要求呢 当然是美国方面没办法接受 所以我现在看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当川普无功而返 反而呢 这个本来激烈抨击他的 在国内政治或者国内经济方面 抨击他的两岛 现在都表现出了 这个一种赞赏的态度 觉得跟朝鲜就是应该用一种坚定的 不妥协的办法 而不是用随性的办法来对待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倒是一个 令人值得安慰的一件事情 个人的看法 这个应该说 川普应该丢掉这个幻想 尤其是丢掉对朝鲜 金正恩集团的任何幻想 应该施加前所未有的 特别强大的压力 真正让金正恩感到痛 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 金正恩是没有办法 朝好的方向发展 夏理事长 您知道 这个川普总统和金正恩 其实都面临困境 我们说他们急 其实也不是川普一个人急 金正恩也急于 举行这次峰会 因为他们两人面对的问题 都很麻烦 川普是面对国内的 这种通俄门调查 包括各个方面的 对他的修墙 这个紧急状态的抨击 金正恩又面临着 国内的经济危机 所以他们都很急于 通过这次峰会 来划解一些国内的矛盾 但是这次峰会的破裂 对他们两人的未来 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那么对于朝鲜 这样一个极其暴虐的 统治集团来说 就算经济上再困难 他这个统治也是难以 崩溃瓦解 过去我们曾经有过那样的期待 说如果当朝鲜 民不聊生 人们活不下去的时候 就会有多处的起义和反抗 事实上 在金家王朝三代人的统治中 的确有过多次的这种反抗 甚至被镇压的政变都出现过 但是最终的结果 还是没有办法掀翻这样一个 强权统治 所以我想这个在90年代的时候 朝鲜曾经出现过 饿死上百万人的这个情况 他这个国家居然也没有 因此使得政权破裂 包括这个黄长叶 曾经是朝鲜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黄长叶逃到了这个自由世界 甚至出版了一本回忆录 专门揭露金家统治的黑暗 但是这些都还没有 从根本上摧毁他的统治 所以我想这次谈判破裂 只能让他的日子不好过 但是中国方面还会给他 相当大的这个支持和鼓励 所以说朝鲜现在状况 还不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 因为中国呢 肯定是给了相当多的 这种幕后的支持 因为尤其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的 这个贸易摩擦 使得中国呢感觉到 需要增加一个盟友 那么朝鲜作为他的一个盟友 可以牵制分散美国的精力 对于中国来说 无非就是多花一些钱 多花一些这个物质上的一些东西 来帮助这样一个政权而已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 我觉得对朝鲜方面的不利 没有那么严重 对川普来说的话 这个不利倒是直接 跟他的政治前景有关 无论是对一年以后的 这个总统大选 还是对目前眼前的这样的一些政治难关 对川普来讲的话 的确是压力非常的突出 那我想这个解决朝鲜的问题 恐怕将来不得不要采取一些 军事手段来解决 完全靠外交斡旋 完全靠这种加以 这个一方面加以循循善用 另一方面呢 又给一些经济上的承诺和好处 实际上是不能够根本性解决 这个朝鲜的问题 因为过去的三十年来 美国都曾经试图这样做 但最终能够获得的成效 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关于这一次峰会有很多评论 有些评论认为 在这一次峰会中 应该说美国输了 朝鲜也输了 但是唯一的赢家是中国 对这个看法 您的评价是什么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这个朝鲜也不算输 它是没有达到自己原来的预想的目标 但是呢 经济上它还会得到 中国的一些好处和补偿 所以呢 朝鲜并没有输多少 或者这样 那就是说 挫败感比较强的就是川普 我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因为在目前的环境下 他很想获得这个成绩单 但是没有拿到 而中国呢 无非就是把眼前的危险 向后推延了 这个的确从阶段性角度来讲的话 中国现在算是赢了 因为本来3月1号 就要对中国实施惩罚 进行这个高关税的惩罚 结果3月1号没有兑现 没有兑现呢 现在反过来 川普请求中国方面 不要对美国农产品刻意高关税 这个做法呢 就已经从绅士上来讲 美国已经这个输了一招 应该假如说 前面一段时间是美国咄咄逼人 而现在呢 不但美国好像没有对中国 实施那么大的压力 反而反过来要求中国 所以这个做法呢 的确从阶段性的角度来看 应该算是美国 特别是川普这次 算是输了一局 现在说这次峰会 把我们无论叫宗旨 或者叫破裂 但是他会为 对朝鲜半岛的这种形式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一方面朝鲜无核化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 现在看来还是遥遥无期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延 我相信这个朝鲜可以从中国 获得更多的技术上的 军事上的支持 但也有人说 中国可能也不敢 给他太多的高薪肩的武器 免得使得这个朝鲜半岛 紧张局势更加严重 引起这个美朝之间的军事冲突 那样的话 也会对中国产生 这个恶劣的影响 所以呢 中国经济上 给朝鲜相当多的援助 包括在技术上 也给相当的援助 但是那么直接的在核武器 或者最先进的军事武器上 去帮助朝鲜 似乎也不完全符合 中国的利益 我想这一点就是非常微妙 那么假如说 朝鲜靠着自己的能力 包括从苏联获得一些帮助 就是前苏联 现在的俄罗斯 获得一些帮助的话 会不会在今后的半年到一年之内 发展出更加具有威慑力的新型武器 有没有可能直接打到美国本土 华盛顿 这个那些先进的导弹 或者带核弹头的导弹 那假如说研制出来的话 那这样的话 真正的苏家那倒是美国了 因为这个小流氓 在拖延时间 在给你这个玩弄花招 在这同时呢 他赢得了时间 他开发出了最先进的武器 所以这点呢 是不可低估的 我觉得在川普刚刚上任不久的时候 表现出的那种决心和态势 是值得赞赏的 就是出动航空母舰战斗群 接近朝鲜半岛 我觉得现在可能下一步 还应该再重提这样的一种方式 就是用军事上的封锁和威慑 来对朝鲜的实施一定的这种限制 同时呢 要想办法破坏他的核设施 无论用什么手段 说在整个世界的范围来看 朝鲜几乎把别人都看作是 敌人 少数的个别是他的伙伴 比如说俄罗斯和中国 可以看作是他的伙伴 甚至叙利亚或者古巴 那么其他的几乎都是他的敌人 或者是让他感觉不好的人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美国真的有一天 对朝鲜实施定点式的军事打击 消除他的核设施 在国际上 虽然可能也会有反对的声音 但是呢 现在造成继承事实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包括过去对伊拉肯的一个作法 完全是可以的 就是说美国有的时候 可以不顾及一部分人的反对 而采取坚定的这种措施来实施 所以我觉得有一天在时候 不但要对核设施进行庆除 甚至对这个邪恶统治集团 与致命的打击 这种也不是绝对不可能 美国过去多次讨论过这样的一些方案 那我想川普如果在他执政的末期 假如说他知道已经没有希望再执政了 我说一句那个话 开玩笑的话 川普做这样的事是最恰当的人选 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按常规出牌的政客 他很多东西人家都说他乱来 那么乱来的话 在他不当总统的最后一个阶段 他要是对朝鲜来这样的一个 这个清除性的打击 军事打击的话 我想会在历史上留下美名 这个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他算是做了一件 值得载入史册的事情 当然川普会不会这么做呢 是另外另当别论 但是我是希望在他总统任期之内 他能够做一次这样的事情 现在说有几个思思乐点 想请您点评一下 第一个就是加拿大政府 司法部已经正式启动了 对孟晚舟的引渡程序 您的评价是什么 关于孟晚舟的引渡呢 中国方面一直是强烈的反对的 并且对加拿大施加了 有史以来最大的压力和威吓 但是加拿大政府呢 后来有一些反弹 就是因为中国的态度的强横 使得加拿大政府呢 反而更加的警惕起来 以前呢他这个总理小特鲁多 跟中国还是说相当的温情 没有打算跟中国就是说 非常严肃的来对峙 而后来的情况和结果呢 造成他不得已 他不得不强硬起来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加拿大还是按照美国的要求 准备要把孟晚舟这个 应该说是根据引渡条约 来把孟晚舟引渡到美国 在这之间呢 还是要进行这个 对他的人生啊 进行限制和监禁 这个是一个恰当的措施 现在川普有点 不太能顾得上这个事情 但是我想这个是 由于美国司法部 他可以来做这个具体的决定 川普只要受益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应当尽快的完成 这样一个引渡的手续 让孟晚舟早一点到美国来接受审判 至于其他的细节问题 可以以后慢慢的加以解决 但是现在呢 当务之急就应该尽快的 最好是在本月之内 把孟晚舟顺利的引渡到美国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就是无论中国如何反对 无论这个华为如何的 做出一些非常性的举动 比如说最近我们知道 华为公司做了很多国际公关工作 甚至邀请这个 美国有影响的大的媒体 比如说华盛顿邮报 去华为公司参观 去采访 并且承诺 如果他们去的话 会报销他们所有的这个费用 包括机票旅馆 吃住 这个一切招待费用 都由华为来承担 但是恰恰由于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使得这些国际大媒体的记者 如果有良知 有职业道德的话 都不敢轻易接受这样的邀请 因为这被会看作是一种 贿赂性的做法 一个有公正的这种公益心的记者 是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 因为我们知道吃人嘴软 你要是得了人家经济上的好处 你写出来的报道 会让人觉得是不是那么客观真实 这一点我觉得华为 说起来是一个国际型的大企业 而且在目前的公关危机的情况下 居然做出这样非常naive的 就是非常幼稚的举动 我觉得这种做法呢 是自应该说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 那我想下一个阶段 这个华为公司呢 还有很多的危机需要去解决 包括这个任正非说话 现在公开的说话 经常非常引人关注 他的说法呢 一会儿呢 会把自己说得很无辜 好像一会儿呢 说得好像跟自己跟中国国家 政府或者党的这个之间 没有那么强的利益关联性 有的时候呢 他又说 这个你比如说中美谈判破裂 或者是朝美谈判破裂 他又发表这个一些讲话 又显示出自己的强硬的一面 他说这个世界不能没有我 没有我们 没有我们是什么呢 就是指华为公司 华为企业 在世界上他认为 这个是别的国家 或者别的行业技术 是无法预约的 但是这一点呢 他算盘可能又会打错 虽然5G的技术 中国呢 可能在一部分领域是领先的 甚至在全世界 要铺开他的 这样的一个战略性的格局 但是呢 现在有一个新的说法 有一个消息来源说 美国现在正在考虑 直接跨过5G时代 进入到6G时代 而不是靠地面基站 主要是靠卫星传输信号 这样的话呢 可能使得 华为辛辛苦苦 开发的5G的技术 并没有在全世界得到那么多的 就是人们的呼应 那美国当然 5G的这个技术 应用也在做 现在也在做 但是我想 美国如果要是讲 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战略决心 可能让5G时代 相对缩短 很快的又跃入 6G时代 那么我想这个 地面基站的建筑费用 可以达到的结实 所以华为的优势 可能就会 应该说是多余的 无用的 那么这一点呢 到底美国会不会下定决心这么做 还要有待观察 下个手 就是关于中美贸易谈判 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 都释放出一些乐观的信息 似乎给我们的感觉是 即将达成协议 可能三月份的 海湖庄园的 习近平跟川普的会谈 仅仅就是一个最终敲定 签字的一个仪式 但是莱特希泽在国会作证时 他的观点 似乎并没有这么乐观 他认为中美之间达成协议 似乎还很遥远 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们注意到在白宫 当川普会见刘鹤的时候 当时川普的意思说 我们应该签署一个贸易协定 但是莱特希泽认为 可能签MOU 就是谅解备忘录 可能更合适 后来他们争论了一下以后 莱特希泽好像 还是服从老板的指示 那就是说你说要签贸易协定 那就贸易协定吧 其实在我看来 如果是讲川普认为 贸易协定更具有强制力 和约束性的话 那么签署它 可能有意义 但是假如说 中方对结构性的改革 坚决拒绝 根本就不改那些重要的方面 那签那样的一个贸易协定 它意义也不是很突出 倒不如谅解备忘录 更加的务实 更加的低调 所以我觉得现在到底 到三月底的时候 呼海山庄 这个习和创 两个见面的时候 到底会不会签署一个 双方比较满意的协定 贸易协定 还是签一个谅解备忘录 到时候还应该说是一个未定数 如果川普只是注重 字面意思 哪怕就是到时候 没有达成实质性的进展 也要签贸易协定的话 那就是川普的这种低能了 那就不是中国的问题 所以我们讲 这个结构性改革 才是中美谈判的核心 而结构性改革的这个进展 这次是非常的缓慢 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到什么 真正有意义的 结构性改革的这种 这个要点被披露 说双方都达成了一个协议 同意怎么样怎么样 比如说我一再提到过的 互联网自由和开放的问题 还有呢 就是劳工权益保护 和建立独立公共会的问题 另外呢 取消国有企业的补贴 然后呢 对私营企业进行有效的保护 对他们的人身自由和财产 进行有效的保护 这些方面都没有达成 进一步的进展 那么在这个金融方面 我想就是如果说是货币协定 主要可能就是说 希望中国不要再直接干预汇率 让汇率能够自由的浮动 真正形成为市场化的汇率 但这一点也很难做到 美国这次提出的 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表浅的目标 就是说 中国应该不要控制货币 让中国货币在一个幅度上 可以自由的波动 但是并没有要求中国全面的实行 汇率自由和汇率开放 那么应该是按照 巴塞尔协定的这个要求 或者是按照 中国加入WTO的这种 当时做出的承诺 也就是说人民币的国际化 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应该成为主要的目标 但是直到今天 在中美贸易谈判上 在这一点上 都没有构成真正有效的协议 也就没有办法向前推进 所以呢 过去在川普竞选的时候 曾经说过 必要的时候 要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而且还承诺说 他一上任就要很快 第一件事就要宣布 但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 几乎他的总统任期都快结束了 他也没有宣布 所以要看这一次 我觉得这个美方提出的要求太低 如果要是讲题的高一点说 中国现在就应该宣布全面的汇率开放 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实现市场化的自由浮动 如果要是说在 限定中国在一年之内达到 一年之内达不到的话 美国就应该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我觉得这样做才符合 川普当年竞选的时候的决心 也符合当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种贸易战 实际上是一种国际战略竞争博弈 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呢 如果我要是向川普当局提一个建议的话 我就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就是说给中国一年的时间 要求实行全面的汇率自由化 市场化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因为中国在2001年就已经做出承诺 从1994年就提出来最终的目标 是这样一个目标 1994年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 然后呢 从2001年到现在又多少年过去了 为什么还不兑现呢 所以美国这一次不能再给那么长的时间期限了 应该只给一年的期限 然后呢 就可以直接的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我想一年里边 中国要真想做是可以做到的 但如果他不想做 你再给10年20年还是没用 夏教授 在川普总统跟金正恩会谈的时候 美国的国内也在进行了一场非常激烈的听证会 就是关于川普通俄门的问题 他的作证的律师 就是他的私人律师柯恩 柯恩可谓访歌一击 他在这次会上 他把川普比喻为 种族主义者 骗子和小人 您的看法是什么 关于川普通俄门这个事情呢 我个人虽然现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信息 但是我感觉这个还是政治上的这种围攻的 占的比重要大得多 如果而是讲通俄门的嫌疑 到底谁更大一点呢 希拉里倒是嫌疑更大一点 有更多的事实可以表明 而这个川普这边呢 他的这个通俄门的这个证据究竟在哪里呢 有一些证据表明 他的儿子曾经跟这个俄罗斯有关方面接触过 包括他的女婿可能都有过一些接触 但是川普本人接触并不多 也并没有做出什么真正 说是有损害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事情 所以这个通俄门事件 耗时耗财要经历漫长的马拉松式的这样的一些调查 最终的结果在我看来可能会不了了之 到那个时候也许川普就已经不是不再是总统了 这种调查可能会自然的了结 那么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就是说人家把川普说成是种族主义者 现在网上又流传了一些照片 就是在川普年轻的时候 80年代的时候他跟很多的美国黑人 著名人物都是好朋友 其中包括那个世界权王阿里 还有些其他的娱乐界的 或者是其他各个领域的黑人朋友他都有 而且川普在过去的几十年的商业生涯里边 他的朋友里边各种肤色 各种宗教信仰的人都有 所以你要说他是一个 至始至终的一个种族主义者 是无法令人相信的 那么他过去租房子 他搞房地产的时候 也是有经常有一些黑人的客户 或者其他族裔的客户 所以这些方面你要是说他是种族主义者 这个恐怕难以真正难以成立 还有那就是说这个对女性的伤害方面 他这个作为一个花花公子 的确有很多的这个绯闻或者丑闻 他以自己花钱曾经力图堵住人的一些嘴 但是呢做一个商人他这样做 其实杀伤力并不大 就是说他就是一个花花公子 他就是向全世界宣告 他就是喜欢玩女人 也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 当美国总统 如果要说这个话影响力会大一些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这个女人 但是他当总统之后还有没有呢 如果他总统之后没有的话就说明他已经做的足够的好 在当总统之前他怎么样多的女人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想一想美国历史上那些在任期间 不断的有绯闻爆出的那些人 有些人还被认为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总统 比如说肯尼迪 肯尼迪大家都知道是非常花的 他有的情人呢 他跟他弟弟两个人共享 就是说这里边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包括最著名的玛丽莲梦露 都是他和他弟兄的这个情人 共同的情人 所以这里面要讲几段话 在任总统有绯闻的事情还相当的多 我觉得这一点呢 其实没有什么必要 再花很大的精力去在这个事情上纠缠不休 如果说是想阻止川普当选 那就是在选战中想办法去戳败川普 让他没办法连任 或者说他们真有本事 拿出真正确凿的证据 弹劾川普 如果真能成功的把川普弹劾掉了 那么我想到也不是一个最差的一个结果 为什么呢 因为川普被弹劾了 那么接下来谁会当总统呢 副总统就会接任 就是彭斯这个现在是大家公认的 一个是在国际战略上 对中国和朝鲜的态度都非常的决绝 就是说我觉得这种人 如果继任总统的话 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那要比民主党的那些候选人 无论是Bernie Sanders 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人 要更加这个 我觉得是更加有利于 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 有利于国际战略格局 也有利于中国向往的自由民主宪政 希望中国进行根本性制度变革的 所有的海外华人 不是说所有的 有些华人可能不愿意让我代表他们 有些华人认为他们不喜欢川普 这个肯定是存在的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我希望他们应该用正常的手段 来对付川普 耗费国家的资源 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去做一些无谓的调查 而且旷日吃久 实际上意思不太大 那么也许 假如说这个川普明年 基本上就是不可能连任的话 那他们这种调查 我觉得应该是及时的终止 不要再耗费更多的这个资源 那么假如说他们认为 川普连任的可能性非常大 那他们可以继续的阻击 那就看他们的本事和造化 向您请教的最后一个问题 是关于中国国内的政局 因为最近呢 又刮起了一股 向习近平效忠的一股歪风 政治局委员分别向习近平素质 同时呢 表达对他的忠诚 对这个事件您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这种效忠风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就说习近平这种霸道的专制作风 就是希望别人向他效忠 这样的话呢 他也可以在内心去估量一个人 是不是有可用的价值 然后在政治上做一个新的判断和决定 但是你想啊 政治局的如果委员 或者讲中央委员 都向习近平效忠素质 那习近平也应该反过来 向集体做一个交代 一个素质 对吧 那好像没有这样的规定 就感到非常的遗憾 你像毛泽东当年 在这个1962年 七千人大会上 迫于二十几千万人的这种 舆论压力 在党内外的这种合力下 他不得不做了表面上的几句 检讨 这种自我批评的检讨呢 其实不够 不够深入 不够触及灵魂 就这样的话 他内心都受不了 他在那个时候 实际上就已经下了决心 一定要把刘少奇给 从最高领导 这个人的接班人的位置上 给他清除掉 所以呢 到后来他的报复是非常厉害的 凡是积极的跟着刘少奇的那些官员 后来都受到了惩治 或者讲 受了一定的报复 那么毛泽东这样做 习近平现在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 如果要是讲 逼迫习近平公开的做出检讨 习近平估计不会做 那习近平有没有胆量 也召开一次七千人 或者八千人的大会 公开的在人民大会堂 向大家这个做检讨呢 我相信习近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观众朋友们 夏宜良教授认为 美朝峰会的破裂 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 主要的原因是川普急于通过峰会 来缓解国内的压力 而金正恩则借机讹诈美国 希望全面解除国际制裁 可以说川普太急 而金正恩要价太高 但美朝峰会谈崩的根本原因 还在于意识形态的分歧 金正恩是不可能放弃 独裁专制统治的 通过经济发展 又使金正恩放下屠刀 无异于与虎 谋皮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夏宜良教授 感谢您的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